网友们说我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说我这个我真的就太冤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中国不好了 还说各种不好 你们啊是真能挑事啊 我昨天就说了一个中国是培养人才最多的地方 但是人才多肯定会产生人才流失的现象 我只是呼吁大家想一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每一个视频都是就事论事 你们总是给我上升到国家层面 就好像我去年说美国疫情 总有一些网友和在美国同行们就说 你天天说美国不好那不回国呢 再说一遍我旧事论事 我说的是美国疫情控制的不好 我那时候是流量比较大 每一天播放都是千万起 但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冤枉人啊 每次都给我扣这么大一个帽子 再说到这个日本奥运会 好多人说我是日吹 我从头到尾没有说你们觉得日本开幕是烂是错的 我之前也说过日本那个人头气球和人偶 简直是诡异的不行 我反复强调的也只是大家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然后再说回到爱国这个话题上 熟悉我的老粉们应该都知道 我虽然在海外留学多年 但是我绝对是深爱自己祖国的 我爱他不是因为他完美 而正是因为他不完美 但是我们能看到最近几年来他在不断的进步 你们要知道一味的称赞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只会直接让他上天 这些年来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 不正是因为我们能够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吗 这两天广做视频回应这个事 导致我继杨倩之后一场奥运会没开 这你们不赔我点精神损失费 哪来吧你